知道我呢 确实是特别喜欢周杰伦 天天跟节目组说 求求你们能不能请周杰伦 请一次 对吧 节目组呢 请了吴宗憲 请了侯佩岑 甚至连周杰都请过 就是请不到周杰伦 前两天还跟我说呢 吃饭 你最后一期满足你的愿望 你猜我请了谁 周杰伦来了是吧 方文山 你请方文山干什么 对吧 你把他那歌词打印下来 放在那儿不一样吗 导演组啊 导演组安慰我 吃的你别生气 贱字如面 我今天我是贱了面 还不是贱字呢 海元刚才说了 是我们的编剧 这次除了自己要上场 还负责跟冯小婷对稿 也很辛苦 跟冯小婷对稿去见他们 一进门碰到个椅子 把冯小婷脚给砸 这冯小婷人家很大肚 没事没事没事 海元说 这怎么都没事 你是国脚 你怎么连个椅子都防不住 海元就很生气 转身就要走 然后Rock在旁边 海元干什么 你往哪 海元你别走那边 你走冯小婷这边 这边空荡大 华少老师 就是别看华少老师 现在是个主持人 他小时候话特别少 就一度被家人认为是个哑巴 真的 他直到12岁才开始说话 这个故事我一眼就看透 12岁开始说话 说明什么 小学六年没背过课文 今天这个麦克风 很像张英俊老师 英俊哥 他12月12号 在北京 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直担心 他一直担心自己的票 卖的不好什么的 我在这里就想让大家都去看 好不好 屏幕前面的人都去看 12月12号 北京演唱会 好不好 英俊哥 你也别太开心 这间播出都一月了 其实我很早就演了 大鹏的这个网剧 很早就演了 后来他再请我 我就不去了 因为经过我 缜密的分析之后 我发现 大鹏的大腿 没有黄渤的粗 说说高静老师 我的好兄弟 真的这首歌 当年陪着我 度过了事业的低谷 歌词 写得太经典了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 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一起过 每次唱到这个时候 黄渤就说 行了我求求你 别唱了 后边有活我带着你